欢迎大家又回到市场师傅法政工房 今天我们请到一个超重两级的嘉宾就是叶太 叶太 我想不想我介绍你 有很多人认识你 但是我知道你各样都行 但其中有一点我想你多一点讲一下 就是现在的通识教育 因为你是立法会教育事务 有没有一个主席 也对通识教育有很多研究 说多一点给大家听 这些科与众不同 第一它六大元素范围很广 第二这一科是教育局拒绝 将教科书给他送审 直到最近他有一个专业咨询服务 他是任理自由发挥的 你发觉那些写教科书的人 老实说他的资历点 就是不知道他怎样选择 譬如我们发觉有一位新闻工作者 很尊敬他 刘俊涛 原来他是公共卫生环节的编审 如果是他做得到 蒋丽云也做得到 陈可欣也做得到 这些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 做过正座 这些编书人的Quality 就是自由发挥 另外他有些内容 譬如今天香港讲到热门话题 三权分立 他说我不愿香港法治变得大陆化 而希望香港可以坚守法治及核心价值 避免将三权分立体制推向三权合作 其实这是一个主观的理念 是不是 我是一个编者 这个纯粹是编者自己主观的理念 但是他加诸在学生身上 而且你知道三权分立 其实是一个法国啟蒙年代的哲学概念 就是作The Spirit of Law的Montesco发挥 是吧 John Calvin的Montesco 理念是很深奥的 而真正写入的宪法是美国的 英国也没有 这些英国的宪法专家都说 对于英国的宪制最大的一个谋误 就是以为我们的三权分立 其实没有 你都没有研究 你将一些你的理念加在学生身上 你这个教错书 所以交错了很久 最近特首司出来反驳 我觉得政府应该早些反驳 我这么看 其实呢 他就以刘俊涛说 三权分立 不要搞到三权合作 其实概念已经是错的 因为三权分立 其实英文应该就是 三权分工就合理些 而分工之余 就一定有合作性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以我理解 我都研究过 所有三权分立的国家 包括美国 最后都是行政主导的 因为没有行政主导是做不到 为什么这样说呢 行政是最接触市民的 他是第一个带头 比如市民有什么需要 法律有什么更改 就是行政的部门 提出来去立法机关 去改制定新的 制定了之后呢 当然有执法者 而最后就是司法 去执行判决的法例 其实三个是不可以分割 互相监察 互相合作性 但是不是互相干预 所以刘俊涛呢 究竟懂得多少三权分立呢 我们不去讲 但是如果他用一个主观性 正如在叶太说 我认为 我认为 这个就不是一个学者所说的 是应该说 三权分立的客观 比如美国是怎么样 英国是怎么样 日本是怎么样 你这样说出来 法国原本的概念是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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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万德式丘怎么说 你都不是教书 你讲自己理念 记住 因为如果一个客观的学者 有些大是大非的问题 就不是你自己 都没有这样的资格 因为他不是三权分立的专家 所以在这些教材 我觉得叶太说得很对的就是 记住 你不是这个专家 你就不应该灌输自己个人的思想 所以本身这个通息教 是很大的问题 还有 比如我留意到 郭榮鏗的反驳行政长官 他们是混淆了三权分立 和司法独立 yes 完全是 司法独立 完全我们非常尊重珍惜的核心价值 一定要先 但是 如果你看看另一本名著 The Rule of Law 英国的Nord Bingham 司法 英国的Rule of Law 概念是没有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 是法国的 是 Montesco John Calvin 但是他 因为最惨通息 他是没有 不叫你看典籍 是那些编书者自己作些出来 自己说 还最惨有些家长说 他买了千多二千元书 发觉学校有另外校本 是 你猜 先生有 自己喜欢说什么 下载一些报纸 昨天发生什么事 地铁站发生什么事 他又拿出来说 所以学生根本学不到 不止学不到 还被误导 所以我曾经有人说过 通息教育 本来的原意 等于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读的那些叫常识 识多些专科以外的东西 是对的 是 但是呢 如果你完全没有一个 standard的教材 没有教育局审批过 你真的很相信那些先生 或者很相信那些学校 自己自律 但是这就很大危险了 记住我们这二十几年来 有很多外国的势力滲透 他们的教材是完全很偏颇 你想想 教育局他说不去审 其实他这个推射就是 没错他认为太烦了 当年推出通息科 他就是卸博 卸卸 但这个绝对不可以接受 因为你想想 香港那么多个学生 那么多个所谓出版书 你想想 我不是说刘俊涛 刘俊涛买2000元 六大元素 正如你说刘俊涛可以做这个 他又做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 又是他公共卫生 他是一个记者编辑出身 他做公共卫生 有点不明所以 所以我觉得理论上 如果想搞好这个东西 我就第一认为 每年教育就不可以懒 是要统一教材 然后分发给学生 每年都可以更生日 很简单 譬如你也说 有些书还在讲非典 其实明年可能要讲肺炎 这些书一定要更新的 要更新的 所以现在家长发觉 买书越贵 很惨 当时我来读沙士比亚 他不会年年改版 他不会改版 那这些年年改版 那你死了 那他就赚钱 现在没有人买二手书 你的书 不可以留给弟妹妹 因为他这些是 全球一体化 年年转的 就是 第一 叠带带出 就是那些 编审的人员的资格 究竟是用什么准则 第二 究竟是否应该统一 每年统一个课程 由教育局审批才出来 事实以前我们读 就算是中国历史 有不同的出版性 灵纪 我们那时候也有的 到最后这个教育局 审批了才出 但现在我们发觉 教育局 就将了那个自主权 就交给学校方面 教师方面 但很危险 跟着我们看过很多篇科 什么 美国的河也比较漂亮 中国的河也比较臭 我看了很多很多 甚至那些教育文 即是教师自己说的那些东西 是很令人害怕的 这就荼毒了我们下一代 所以我觉得叶太有一个很贊成 就是说 不应该是必修科 叶太带了出来 叶太说给人听 理论是不应该是必修科 如果你说她作为必修科 她是所谓训练 人家明面思考 她失败 因为譬如其中的元素 就是个人成长 就是想与人际关系 你看看我们最近有位女大学生 中大的唯一级荣誉 她说去年公开指控被警察 突然被骚扰 但是没有证据 告不到人 然后她今年说找不到工 她不明白 为什么找不到工 即是她的人际关系 她的人际关系很有问题 她不明白的 不过不认出来 即是你个人成长 我看一些教科书 然后教你什么叫身份认同 你扮演的角色 反而一些最基本的价值 如何逆軌思维 为人着想 尊师重度 没有 以礼代人 是没有了 起码诚实都没有 诚信都不教 这就叫做个人成长 而人体关系 我们以前常识 就有讲得 腹背又是怎样 什么都又讲了 尊师重度 还有一个 叶太你回去留意一下 教育大学 教育训练出来的教师 我们专业人士 律师有个手质 会计师有个手质 教师其有的手质 有有有有 不过我问了 原来不是教材里面的 那本东西是不用教的 那份东西是 那些教师先生不知道 甚至有些校长 听过这份东西 就不知道什么事 里面有个得志体群 里面有了 但是我们教育大学 教出来的教师 的科程里面 基本都没有 政府为了鼓励多些人 去读教育 你知道他的起床点 已经3万元 相当不错 不错 很高 你知道大学生出来 12000至14000 一般 是吧 那你3万元 但是教这样的教师出来 没有训练 根本没有经验 和没有真正教育的训练 没错 在校实习都没试过 教育大学 你可以看到 唯校长什么都有 是的 如果他有得志体群 你有尊师重度 他身为教师 自己都不尊重教他的人 那这个不就是 我们教育失败 如果你通识 是想有这些东西 你一天就索性包了 他现在连中国历史 剪了嘛 假设你不包中国历史 即是没有中国历史 你应该起码 在通识教育 他没有剪到 但是没有人读 没有人读 因为不是必修 小人读 那你很简单 这个还有一个 这个是全世界 很多大学都不认可 的一个全科 是的 很多大学不省认可 你必修科 要我读一科 而不是很多大学 有几间认可 其实这些叫通识 general education 现在香港加加大学 第一年都要读 而他是读典籍 典籍 譬如说 你想知道西方民主制度 你要读柏拉图 到republic 和和国是怎样的呢 是的 你读那些经典出来 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典籍 让那些先生乱 任他们教 是自己的 好吗 就是将自己的理念 加在那些学生身上 很困难 很简单 这里 通识我认为 你起码包括了什么 国民的身份认同 这个一国两制正式认识 基本法 你都要有的 其实今天也没有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做一个必修科 而是其他学校 不当你是的话 你今天读你便浪费 我认为 我也看过 杨太太说 其实当选修科 其实反而是合理一些 中英数必修科 是公道的 全世界都没有人反对的 但是如果你硬 要再读多一科 如果要再读三科 理科 那其实他分散了时间 这个完全是不切实际 而且没有一个大学的学系 就是要求你有通识他才能修 没错 E4一定不会 法律也不会 也不会 是吧 经济更加不会 财经全部都没有 所以E4 当年2000多年的教改推出来 我认为是潜见 这个用的挺好 它擠走了很多重要科目 是的 中文、中史和没有人读 是的 因为现在中史不是必修的 是的 世界史全部都没有人读 如果你问我 中史 我们以前读开分ABC 即是甲月丙的 丙是近代史 其实呢 就算你甲月什么 下商周不要 你起码是近代史 我们中国怎样发展到今天 都应该要读 但我们没有的 起码我经常都说 基本法一定要认识 中英联合声明你要认识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业太太 你可能不知道 我刚刚看到Hong Kong有本书 叫做 Egal System in Hong Kong 就是入学 Year One Law必读的 但是 寫的那个很有趣 他说明自己 就不是Coin Law的Professor 就是Professional 不是Expert 他就叫Michael John Fisher 中大的合同法的专家 最大不是这个问题 第29页他说 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 International Treaty 英国有Local Standard 有权 完全法定权力 去判断中国 如果做错事 这个完全不是 它是一个Treaty 它有权发声 但是它已经没有权 执行任何东西 没有Local Standard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很清楚看得到 而且我们中国外交部 都发过声明 这个没有Local Standard 因为没有一个主权国 回归了之后 还白纸黑字 起码没有白纸 就没有说 你可以还在 你要说话 我要听 因为这样呢 变了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知道 因为中国当时我问了 为什么做Decorating 这个声明呢 是不想感觉有责任 其实就叫声明 是一个声明 是一个声明 是一个政策的声明 所以不单止是我们这些科 其实叶太太 我想你留意一下 现在幼稚园 小学中学 认为大学 都有些问题的话 那教育局呢 因为大学最差的是 不归教育局本 其实究竟大学 是不是应该 根据它自己的大学条例去管 还是教育局应有权呢 第一 我就想一下叶太太 你可以想长一点 因为我们根本的程度 都被人侵佔了 那些什么叫学术自由呢 就有个法庭的裁决 基本法的学术自由 是讲院校管治的自由 当然都包括说 怎样搞书 怎样传授知识 不是说每个人 我说我自己有学术自由 我就说什么都得人 不准你批评 绝对不是 这个裁决就是07年 罗范昭分的所谓干预学术自由之后 是律政司去要求法庭澄清 即是说 是不是我不可以批评学者的廉言论呢 那那个法官高浩文就批了 其实基本法里面说的学术自由 是院校的自由 不是等于 你叶健元说些东西 我不批评得你 不是这样 其实我和叶健元交流过三军分 他说讨论不可以吗 讨论可以 讨论可以 我觉得大学好些 还有中学生来说 美国中学生根本 先学当然是自己宪法 当然 正常 要学从自己先 即是美国的学生 他读到grade 9 他美国历史读过几次 美国宪法甚至修订已识背 没理由你叫香港首歌中学去学法国的政治理念 还是你不教得精准 他自己的尼识 你没有书 没有真正的典籍教他 任你乱说 正常是 将自己理念加诸的人 我觉得很不对 这些人真是误仁似弟 是的 为什么呢 我们都要讲一讲 所有通识教育科 每一个编者应该是客观的东西 去灌输一个客观思想给人 就不是加我认为我不想 我希望呢 无论是逻辑也好 我们的职业务也好 都不是一个恰当的 我觉得教育局呢 应该责无庞大 千万不要经常说不想管 不想做 这些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来的 但是最后就是你们的立法会议员 尤其你是教育事务委員会主席 就多些发声 因为呢 杨局长呢 他不理他 我们都真是耐他不赫 他怎样都要背这些 通识科的货本的编制 责任 他不可以避免的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就算是呢 都要看看那些人的资历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他说是呀 我审结果又找些 都不压根的 九五八八去审呢 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好了 今天这一期时间就差不多了 有机会我们再见 多谢叶太 多谢你给我们的意见 多谢你 好的 拜拜 拜拜